大家好 好 好 這個聚化鈴雞肉素副總理在這邊 不用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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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試看 如果不可以 你們就說 分量分量 可以 聚化鈴雞肉素董事 還有前董事 會員們 養演會的會長 會友們 水晶有會會友 來賓們 大家晚上好 好 很開心 今天晚上本來這個機會是正來發的 他說他日子記錯了 所以我才有這個機會來這裡 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這個官模學習啊 官模學習就是做我現在的情形 我現在的這個 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 一個 作業 做一篇作業就對了 那麼你們呢 就看 好的 你們學 不好的 不要學 這是叫官模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在做作業 歡迎你們給我評論 我可以評論 今天的獎集呢 是帶聰明的聊天機器人到獎演會 那 跟大家分享的 有 這個 誰是 聊天機器人 誰是聊天機器人 第二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聊天機器人 帶來獎演會 你贊成嗎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 聊天機器人 對溝通跟領導 有什麼幫助 這是獎演會嘛 這個獎集要跟獎演會有關係啊 對不對 聊天機器人 對 學習溝通 與領導 能 幫上什麼忙 最後 如何 借助這個 聊天機器人 讓大家 變得 更聰明 好 先跟大家分享 我看我用麥克風 好 半個小時了嗎 大家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就 輕鬆一點 好 聊天機器人 是誰 其實我也是 剛剛認識他不久 但是對他 還是很陌生的 在座的 這個 我們也 這個 聊天機器人 來處理 奇怪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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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話 非常清楚 OK 可以 可以 很好 OK 很好 你是否用過聊天機器人 有些用過的 來 要跟大家交流 跟我之前的 非正式的調查是一樣的 三十五八千的人 用過 六十五八千的人 沒有用過 沒用過的 用過的 也沒什麼了不起 不要說 如果沒有用 那他專門講什麼 中 受到的聲音 很小 就聽不到 很小聲 沒有人跟我講過 我坐住了 不是 不是 他真的沒有賣賣 要講真 以前如果家裡有百 一種百科全庫 哇 太對不起 家裡 以前 只有百科全庫 哦 那其他都沒有 有 也這樣 沒有 也這樣 你懂得用 就非常好 你不懂得用 都沒有 是一樣的 這就是 百科全庫 因為這個百科全庫 它被稱為 是沒有 圍牆的大絕 哦 就是 是叫 百科全庫 那麼 是 記入人類 國際累積的 一切知識 門類 或者是 一 某一種 知識的 門類工具 就是有 專科的 或者是 全科的 它叫 百科全庫 所以我把 這個 聊天機器人 稱為 是 百科 千科 那叫 萬科全庫 這是 什麼都懂啊 什麼都懂 萬科 萬科全庫 看過去 我們的資料 五個 十一隻阿公的 這隻阿公有人舉手 沒有 如果你的孫 你的孫有什麼事情 他要去讀什麼東西 不是阿公講的現在 是他的爸爸講的 他的爸爸問誰 問五個 問 問百度 對不對 我們好像 落伍啦 我也是做阿公啦 我三個孫啦 好 總不是阿 問你爸爸 他爸爸 或者他媽媽 一個去問百度 一個去問五個 然後自己就會叫了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 你不用怕啦 本來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懂得怎麼做而已 比如說 五個 那現在這個 這個病 我用這個 我用兩個 這個是 其實我用這個 誤打誤狀 我去 按按按按按按按 按錯 他叫我還錢 不懂怎樣 進去了 所以我進去了 一連環百多塊 但是我覺得 很值得 因為我問他什麼 他都懂 我問他什麼 他都比較恢復 那後來我還是有去這個 這個 真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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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也是免費 但是 如果你有付費 還有 看你在哪一個等級 考慮 不同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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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他的服務 他的服務是不一樣的 看你有沒有付費 這個 所以這個 網站 很容易拿到 好的 那麼 把聊天機器人 曬到 講給你 會 你贊成嗎 你會接受嗎 或者你拒絕 有沒有人反對的 要表態喔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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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對 是 反對有理由啦 反對 我呢 也認識他不深 但是 我有一些資料可以跟你們分享 最後 答案是 你們自己給 好 把聊天機器人 在了講演會 可以嗎 想一想 好 這個是 正在 3月8號的時候 感激 感激 經科地改變 生活 去建築講演會 整篇 比你媽媽的 我們這一段 很大 好 Tactivity的開發 是人類文明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這不是挑戰團體的交易怪物 而是一項用心製作的人工智能聊天工具 為普羅大眾提供解決方案和服務 我們應該當恩 在照顧人類文明進步的道路上 這些科技技術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不斷為我們創造美好的未來 他講 他講 你們想 他講 不一定是對的 對 好 那怎麼做 我們的政府 這邊有沒有政府 政府的電 政府 找到燈 政府 政府 開發 政府 開發 提供 公務員 書寫 工作 效率 因為他發現很多公務員 在寫報告的時候 很辛苦 因為 聽到寫報告 就很傷腦筋 所以 消息 所以 政府開發 一口 革影師 很向盡 這個 確定 功能 然後呢 給他的工務員 寫報告 用 政府 新加坡 是 OK 他特別選了這個 他選了這個 是什麼 此外 防射及 高 高 機密 或者是 敏感 形跡的文件 仍然 完全由 拖付 研制 與 鑽解 一些比較機密的 一些比較重要的 暗示 必須由那些 重要掌管的人來處理的 所以 讓我們清楚 看看 了解 機器人的表現 讓我們聽到表現 我問 有一天我問 這個是在 5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 聽他不是 很多出問題嗎 我問他 如果美國 第二大銀行倒閉 他將對協助金融市場 產生什麼 嚴重影響 很快 大概是 10秒 他就跟你講 10秒 很快的 他剛才那個表 非常 而且過得 後來又跑了很多街 連營 不出問題 我們不看 我們看這個 比較 比較輕鬆的 有一個人問他 所以我時常去這邊吃 頭皺皺啊 有去摸啊 然後呢 有一天 他要我一個朋友做銀鎖 找他名片 所以我這個朋友就寫了一個名片 明天要介紹 所以要發給我看 因為我覺得 解了話 所以我們一本啊 有一本 確定 好 然後 很容易 如果你經營 桃州 米 桃州 生意 山嘗 生 魚 和 酒 十幾 以下 是一間 現在 我們怎麼寫 他介紹 對不對 对不对,这个很容易了,大家都一听就懂了,他很快,十秒,十秒,十秒啊,他说,正宗朝舟味,哇,朝舟人听到一定是很舒服了嘛,我们针鱼和煮红十斑头,采用正宗朝舟做法,原汁原味,保证让你回味无穷,第二,新鲜美味,我们只选用上等材料, 食材,确保每道家肴都鲜鲜美和口,记忆超群,我们的厨师拥有多年经验,并且精通多等烹饪具条,由此擅长针鱼和煮红十斑鱼斗,安全卫生,我们注重食品安全和卫生,严格执行食品品质制管制和管理制度, 保证每道,每道菜品质安全,放心,这样,这样的介绍,你看到这个名片,是不是想过去,想过去是分看,对不对,因为那个红色是我点的,因为它们,是三点的嘛,形式有一定啊, 多多一波啊,不然买没有啊,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十秒,这个可能不是叫十秒,它这个,我没有准确了,大概十秒之内啊,它就会给你, 跟它表现怎么样,好,借助聊天机器人,要善用而非依赖,你要善用它,不是依赖它,好,那么这个是,因为它很有誇張,都会它的服务会更好,没有给钱那个,没有给钱不了, 好的,多了解点这个聊天机器人,除了刚才那样表现之后,我们多多看点啊, 因为今天介绍这个聊天机器人给你们嘛,我,我就把这条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探索,要做法上的好朋友啊,好,接着下来的, 人工智能支付啊,AI对人类规矩,以气候变化,正下的安全,它很危险,非常危险,那这个负面啊,这个也是负面啊, 那建议美国家人在开发的,建议美国家人在开发的,建议美国家人在加强管这个AI通话来,东西都有两面啊,好,有两面, 5月23号,这个新闻媒的新闻,新加坡,我们的新闻,它说呢,一张真身险置古脚大楼资金发生爆炸的贾图片,这个,这个图元美,这个美媒, 这个美国家人在加强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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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所以CHEPT在做到這個樣子 現在我在這邊講話,這邊有路向喔 它傳出去可能變成另外一個人三飛,這不是再跳也不一定啊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事情的時候,要冷靜,一定要自己先講 這就是CHEPT負面的狀況 這就是剛剛的,AI取代是CHEPT負面的狀況 這個人是CHEPT負面的狀況 這個是假的,化身的狀況 在折腿小生,這個叫我們主性負面的狀況 看這個都不一樣 好,這個也是喔,是非常危險的 好,好,這個是不免啊 這個也是不免啊 這個也是不免啊 好,因為美國AI以這個正因啊 模仿你的正因啊,去PT負面 所以,總之呢,那些不太認識的 這種對話不要聽 我剛剛跟我的家人,我每個也有一個家庭聚會啊 我去個姐姐兩個這個,我跟妳出來 我們一起開會 我們談詐騙,全部中 騙一天而已,騙到三天多啦 還好啦,還好啦 其他人都,現在不對就 不敢再繼續跟她的溝通啊 好,這是不免 這也是不免 這個,雅界這個人名義啊 MGPT不把這個造作 不免啊 不免啊 好啦,我們來講講一句啊 剛才你們聽過啦 他正面、負面啊 他好啊、乖啊 不一樣 不一樣我講的 跟共通領導有什麼關係 好 學習領導 有一天,這個人在 在現場 有一天找到某個咖啡啊 他們要選新的會長 怎麼辦 我問他們 我問他們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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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組織的會怎麼說 通過需要 通過需要 然後考慮一下基本的條件 那我的名字在這裡 三月十號的時候 十秒就出來了 十秒就出來了 所以你說有幫助嗎 有沒有幫助到我們的領導 不要那麼大腦筋 也不知道 也不得 當然要分去獎引會的這個 當成 跟我們美國TI的當成來 來加以 這一個補充啦 那麼學習領導 這個是另外一個 一下子就告訴你了 他這邊有特別講 當然 以上只是某些 基本條件 最終 會選擇會長的 還需要考慮具體的 這個組織情況 跟具體的 所以他講說 我們還要加以思考 這個是重點 結尾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講 那麼 有 請問在座的人 有 可以已經要趁機VD幫你寫稿 去比賽 不要這樣 有啊 哇 OK 當你沒有被發現的時候 你就過關了 那 不會的 那怎麼辦 吃虧了 所以要不要這樣在一起 再想一想 可以想一想 請依據新加坡的通貨增長情況 你一邊一千兩百個字的幽默炎漲水菜 很高 OK 好 我講的真 這個聊天巨棋人的作品 好 這個是我 我覺得 我們要對得起自己啊 你要叫TKPT做東西 可以 但是不要全部人家做 因為他寫他的作品啊 這篇東西是我寫的 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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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要求他幫我幹 我再認出我 好 看 やって 二十分鐘嘛 好 快一點啊 記得我在念中學的時候 媽媽要我叫他 寫寫 寫 寫他的 中文名字 她認為呢 身為華徒 最起碼要 會寫自己的 花文名字 學親一邊要學會 那麼經過一段 直接的討練 他終於寫 寫 寫 他作為學會 所以要解它的真妙兰三个多文字,严格想起来,它不是解,它就是画,因为它不懂别画嘛,它不懂哪里开始我也不懂,总之它把三个名字哭愿出来了。 所以我写到这里呢,文字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基石,然而在新加坡,几座华族年轻人不懂得解发文字,这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何显何时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经常告诉他们要努力学好中文,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由教育部来实施,但看起来实践的可能性恢复其位,而个人而言呢,我希望通过鼓励他们写笔记的同时写中文,就是借助自己的笔记本来帮助拯救中文写笔记,建中文净一点我的联利啊。 我写给称联媒体,我叫他帮我取名,你们这样也会是不是每次写了一篇稿,不知道名字怎么写,对不对? 发给他,发给他,他这个就帮你啦。他告诉我这个名字应该写,拯救中文从手写笔记开始。 有时候大概五六秒了,我写了一篇东西,丢给他,他帮我改,帮我取一个名字。所以会我们不要去帮老师。 这件事更好笑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莫言啊,他的朋友要领奖,他朋友要领奖,莫言要去颁奖。 可是他那个台词啊,他怎么讲?苦输好几天啊,莫言不想之处啊。 为什么?莫言都没有办法想这个颁奖的这个稿啊。结果怎样呢? 莫言承认,他承认,他承认就对嘛,君子嘛,对不对?可是呢,在中国他用,他用谷歌就出问题了。 对,如何接触机器人,让大家变得更聪明。如果你要做副总理,唱唱跟副总理在一起。 如果你要做会长,多跟会长在一起。如果你要做副总理,你常常跟副总理在一起。 如果你要变成聪明的人,你就常常跟副总理在一起,副总理在一起。 因为你跟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聪明啊,就是。 对不对?就是逻辑嘛,对不对?好,如何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要懂得问。 你一定要懂得问。 如果你不乱问。 你不乱问, 你不乱打, 你把树龙空带进唱过演义, 就会乱了。 但是他也不是给你,给你随便玩哦, 他就会,好,跟你哦。 好, 他又懂得辨识跟思考。 刚才我讲过,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吧, 思考跟辨识, 你就会变成更加聪明。 好, 奇怪话哦, 人类像, 你不懂的。 他不懂的。 你跟他讲, 讲了讲去, 他就别人讲了。 因为他把你,好多都拿去。 我们的会长讲, 他到现在不要去。 因为他觉得他很聪明。 他不应该把他聪明弄进去。 他不应该把他聪明弄进去。 那千里比的比他更聪明。 那是刚才我来的时候, 就采访他再跟我讲了。 是吗? 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们Postmaster的朋友, 杨远卫的会员, 要需要跟这个聊天机去能在一起。 想一想。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接收下来, 才有五分钟可以提问啦。 好。 所以, 你都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 一些不同的原因。 就是说, 你看到在那麽, 那麽, 他这个问题有哪段? 他有这个感到, 真是那麽個? 就是, 那, 到现在为主人呢。 他还没有办法, 像我们这样, 有这样的那种情感, 人的情感。 他会有情感的。 不能说像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遇到另外一个人 他们所共生出来的另外一种感情情感是不一样的 他这一点还没法做到 迟早会做到 肯定他会影响我们的 但是呢 我们只有自己是不变 那么对的我们一起去做 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独龙依赖 你太过依赖他们自己就越来越分了 你看现在有些人 现在很多人不会写字 不用写啦 怎样你就会感觉都写出来了 所以有一天我们不会写字啦 我提问一下 叶金山前辈 我想提问一个问题 刚才听你的分享 机器人TryGBT 他一直在升级更新换代 刚才你提到他已经有可能 有些领域超越我们的能量 就反应非常快 我的问题是 你认为在什么阶段判断 他是不是超越人类 他跟人类的区别在哪里 那么在什么一个阶段 我们人类就要警惕了 这个TryGBT 他已经超越到我们上面去 你的评判的标准在哪里 谢谢 这个啊 就是 我们很难知道他什么时候 已经超越了 因为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这个知识 每个人的这个资料的 本身的资料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事情我想讲的就是 如果你本身不懂得问 也就是你对那个问题根本有所知 你就根本没法问他的 对那个内容 但是有一些他本身确实是 我且脱财的 他跟TryGBT 那种变识 TryGBT是对还是不对 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百科前途 如果你不懂得去查 没有用的 他没有用的 是 谁要问他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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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GBT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会不会给坏人变得更坏 对 因为人性嘛 所以最近的我看到科技这样的发达 我坦白说 就像电话 什么电话来都不敢听 包括政府部门来回 问我问题 我都不敢回 结果重伤慢 他讲的确实是如此 确实是如此 就是这样 如果在落入坏人的手里 就会坏到不像人 但是落入好人的手里 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自己还可以 跟自己可以在一起 最后一个问题 我都不敢 不是 我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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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想做一个提醒 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讲他换脸 他可以用一个假的脸 来说 这是我妈妈 跟妈妈一样的脸 然后说 哎呀我在那边 遇到问题了 请你们拿出钱来 很像 跟妈妈的声音也很像 对 所以这个AI很怕人 对 其实都是确实物 所以各位 大家一定要小心 经过今晚 大家的那个教育 我们对这个 来历不明的 这些询问之类的 都要小心 我们的副总理讲的 他的朋友 用了确认病之后 会变得更聪明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跟聪明的人在一起 你会变得越聪明了 但是 但是你要懂的东西 拿捏 什么拿捏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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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子生前辈 其实我里面 还有一张图片 他把我们新加坡的少女 马来西亚少女 日本少女 韩国少女 五四个少女的练习 都决定被自己 描绘出来 所以我一趟 做的也是很像 印加坡的那个很像 新加坡的女孩子 马来西亚的那个很像 马来西亚的女孩子 日本的那个很像 日本的女孩子 韩国的那个很像 韩国的女孩子 那为什么我懂 因为我 我手指在里面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 叶景山卓越讲员 带来的 带聪明的聊天机器人 到讲演会 大家都学到了吗 机器人真的是让我们 大开眼睛 我相信人类的智慧 应该还可以 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可以可控状态 未来大家都不确定 那么人性的善 会战胜它 人性的智慧 会战胜它 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因为 因为